希腊债务违约不但导致国内乱局 国民出游都深受影响 一对到美国度蜜月的希腊夫妇 省吃俭用两年丑化的梦幻之旅 却因为希腊政府倒债变成一场噩梦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39岁的帕特罗尼斯与妻子里姆尼欧吉 6月6日在希腊完婚 随后前往美国过三个星期的蜜月假期 在最后一站纽约市 被旅馆告知他们的信用卡和借记卡 已经失效 两人只好用现金 但是几天内现金也用光了 而且无法再提取 这对新人饿了好几顿之后 用身上仅存的一点美金 买了三个汉堡 我们家人不能帮助我们 因为他们不能给我们钱 我们没有人在这里 没有人在这里 我们在吃饭 我们没有人在这里 经济之下 帕特罗尼斯夫妇求助皇后区的 希腊东正教教会 所信两名陌生人捐出350美元 当作结婚贺礼 一名希腊派驻纽约的记者听到消息后 也默默捐出一笔礼金 让夫妇俩在周五回国前畅游异地 留下美好回忆 夫妇俩表示 回国后一定会把钱全数奉还 因为希腊人是有自尊的 清唐人记者曹金综合报道 你说句话 你 surprising Gal averages 订阅 打 感谢观看